好 欣妍妳十五歲就休學工作 因為當時爸媽不支持妳的發展志向 對 因為我十五歲那個時候 就是國中畢業之後 我自己想要讀美工科 可是因為我爸跟我媽 可能覺得美工這個東西 就是可能將來賺的薪水 比較不夠多 會怕我會吃苦 但是因為當時我就覺得說 我很想畫畫啊 我很想學畫畫 我很堅持想要學 所以當時 我們家有一條規定就是說 如果妳沒有考上公理高中 妳就要靠自己去付學費 就是妳要自己負責 如果妳是讀私立學校的話 對 那我姐姐有考上 我沒有考上 那當時我就決定休學一年 然後去賺我的學費 然後去讀我想要讀的美工科 對 那妳那時候十五歲 要去工作打工不容易 對 因為我十五歲的時候 那時候去東區的餐飲業 就是做正職的工作 對 就是因為介紹的關係 所以其實也是違法的 對 違法同工 然後我是林月新的那種 那我那個時候其實在裡面 就是遇到很多種 就是像主管 就是他會欺負我 妳看妳笑嗎 大流 也不是 也不是看笑話什麼 就是假設說我今天 看妳是小孩子啊 對 然後我是A 假設我負責要做A的打好區域 他會叫我BC全部都做完 對 然後甚至像我很怕蟑螂 很多人 很多人怕蟑螂 就是會很 會尖叫那種 然後我就會尖叫 就是看到蟑螂尖叫 可是客人可能在旁邊 然後主管會直接過來罵我 也是當在客人面前罵我 那因為我當下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加上有一個女同事 也會特別的去針對我 就是跟我說叫我端盤子 然後她會教我說 一趟回來要拿多少 就是會教我手上這邊一盤 這裡一盤 這邊再疊 往上疊 往上疊 這裡再一盤 妳才十五歲 對 那個時候 她教我要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就這樣子整整 這樣子一直端著 然後我現在這裡的手是 就是有職業傷害 那時候十五歲不知道 對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他們這樣子 就是感覺他們的要 就是告訴我做的事情 是不太合理的 可是我就是 我就一直在 就是調適自己 一直在忍耐 就因為我要賺錢 我必須要存我的學費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 我都是早上七點起床 然後去上班 然後到了九點下班之後 回到家就十一點 十一點就是倒了 早上七點再起床 所以跟朋友 就是以前的國分同學 就是變成我放假的時候 他們在上課 然後我在休假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辦法陪我 對 變成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妳有沒有覺得自己好委屈喔 聽錯常默默掉眼淚 當時不會覺得委屈 因為我覺得是我自己選擇的路 那掉淚這個事情 其實滿常發生的 就是下班之後 我要搭公車 轉捷運搭公車 那我搭公車 只有在搭公車的時候 你可以偷偷的滴著嘛 那我就是會哭 對 有的時候 甚至發生很嚴重的事情 像前面就是 可能被主管罵什麼的 我會在我家旁邊的便利商店 然後我會坐著 當時我覺得 我自己犒賞我自己的 就很辛苦的時候 我會買一瓶賣香奶茶 對 然後我會坐在便利商店 調適我的心情 看著天空 對 然後喝完再回家 因為我不想讓我家人 看到我落淚的樣子 因為這是我自己選擇的 對 當時是這個樣子 OK 也是小小年紀 那個內心是很堅強的 可能是提早面對 在十五歲就覺得 人生職場好像 怎麼會這麼黑暗 對 險惡 對 很險惡 對 我就覺得要怎麼會這樣 然後其實那時候懵懵懂懂 就不知道 到底是我的錯 還是他們的錯 我不是覺得說 會覺得說委屈或怎麼樣 我是會覺得害怕 所以我就跟我的 跟我爸爸說 我想換工作 那我爸爸就會覺得說 我不夠堅持 對 然後我當時其實就是 可能有一點爭執之下 我還是想辦法 我就直接辭職了 不管了 我就直接辭職 然後我就換到了便利商店 那我換到便利商店之後呢 我有一天凌晨五點去打籃球 然後回來之後 看到同事就是 大排長榮的客人 我就馬上 那時候剛好有那個 因為便利商店會有上架時間 剛好也卡到上架時間 我就去幫他 然後因為當時我們的店長 就是把 就是看監視器 他當電視在看 所以他就發現我有這個舉動 然後一個月之後 他就貼一個公告 他都沒有講 他就直接幫我加了十塊 當時八十五塊 我直接加到九十五塊 我進去不到三個月 然後我後來就被同事給 就是 算是有點 排擠 對 有點排擠 但因為也是因為我後來那個 就是老闆會對我 毛手毛腳 老闆對妳比我企圖 就是他會這樣摸妳的大腿 有時候又摸妳的手 安慰妳 是性騷擾耶 安慰妳耶 對 那可是當時 我不知道那個叫性騷擾 對 可是後面就是發現 覺得怪怪 自己會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就會把他避開 那其實完全都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些事情發生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那時候 錢存到了沒 我當時存了一年 就我休學一年嘛 我當時存了 就是存了二十萬 然後隔了一年之後 隔了一年之後 我就直接 馬上直接去讀我的美工科 對 直接讀我的美工科 學了美工之後 當然很多的錢 因為科系的話 好像美工是最少錢的 對 那我其實我就是 一路這樣打工打工打工 上課上課上課 然後自己辦公辦讀 然後把學費付完 然後再到大學 妳那時候念設計 後來妳爸媽有認同嗎 完全 一直還是不認同妳 對 但是 其實我後來上到大學之後 還是堅持就是學設計 爸媽堅持繼續反對 也不是反對 就是他們就是沒有在 就是我講不聽了這樣子 那我那就是 放棄妳了 對 他也不是放棄 他就是覺得說 反而我平安就好 他還看得到我 那我想學什麼 反而是我自己 自己賺錢 自己付錢 對 那到了大學之後 其實我就換了很多的工作 像是廣告設計 包裝設計 平面設計 然後還有影音剪輯 我全部都做過 還有電子工程 對 然後再來還有在那個 台灣大哥大有做過兩年 就一直換 好厲害喔 可是當時我的爸媽會覺得 我是一個沒有定性 完全沒有定性 因為一直換工作 那會這樣子講的原因 是因為我姐姐 就是當時他也是 他有考到公立學校 我沒有 可是他也是半工半讀 但是他是一個工作 可以做十五年 對 所以會有差異 那我是一直換一直換 我比較久的就是兩年 對 比較久的是兩年 對 然後那 其實在這中間 換的過程當中就是 一直到畢業 結束 對 然後又沒有工作這樣 開始有一個 心裡有一個問號了 OK 因為我發現妳是想 妳是在尋找自己目標的人 所以妳會一直換工作 想要尋找最適合妳的嘛 對 一路堅持到畢業 到底念設計 妳覺得對嗎 其實大學畢業之後 我開始就是覺得說 爸媽的想法是不是 其實他們才是對的 因為我在一家就是 廣告公司上班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因為一直趕搞 一直趕搞 所以後來當時遇到我的主管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做設計的話 你來不及的話 就是你當到一個主管 像我現在這個職位 也五萬多而已 因為我做的是平面設計 不會像現在什麼室內設計 裝潢這些比較賺錢的 我當時是平面 所以我聽了那個主管講完之後 我就覺得我爸媽 好像一開始就是對的 他只是怕我會辛苦 對 他其實就是他們會怕我 走冤忘路 對 走冤忘路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是 不支持 那後來 知道這個設計 是不能做的時候 我就在家裡 就是 就是擺爛了一年 對 所以思索未來怎麼辦 對 因為我就不知 我就開始有點慌 因為我做了這麼多工作 我就是在找我的目標 可是就是畢業之後 就休學那一年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對 我那時候在就是 擺爛的過程 擺爛的過程當中 然後我爸爸就只問我一句說 你有錢吃飯嗎 對 因為我從前面到後面 沒有跟家裡拿過半毛錢 然後我爸就問我一句 你有錢吃飯嗎 我爸爸就偷偷塞了三千塊 對 在我的口袋裡面 那他就是說 就是要記得吃飯這樣子 然後我當時就覺得 自己很沒用 對 我自己覺得很沒用 因為我知道我爸上班 是非常辛苦的 對 我爸是一個人就是養我們 全家 對 全家人 那因為自己知道 家裡的小孩很多 所以就是變成說 我覺得自己要獨立一點 對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